好,刚才我们介绍了数据挖掘的一个分类 下面呢,我们对我们数据挖掘的这些算法呢 举几个实例给大家看一看 好,那么第一步呢,我们先说一下预测类的 预测类的就是那些个有监督的学习 那么这里面呢,它是有y的 我们根据y的情况,y是连续变量,就是回归 y是分类变量,就是分类 那么主要的算法呢,有决策数,现金回归 逻辑回归,神经网络,盘别分析等 那好,我们举些例子 这个呢,就是一个用决策数做催收模型的一个例子 其实呢,催收模型呢 它并不是需要预测有多精确 其实它只是需要一个针对不同的客户的类型 进行一个制定催收策略的这样一个方法就行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根据不同的客户的情况 比如说同样是逾期的,我们看它逾期多少天数 对吧,如果逾期小于三天的 那么我们发个短信提醒一下就好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个客户呢 有可能呢,只是偶尔的逾期 你要是催收的话呢,其实还是比较伤感情的 对不对 那好,对于那么三个月,三天到一个月之间的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金额 如果金额比较小的,我们也只是发短信 因为呢,催收呢,是有成本的 如果说金额比较小,我们也是打电话的话 那么其实是成本较高,所以发个短信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对于金额比较大的,我们再看它的网来市场 对吧,那么如果网来市场,也就是说这个客户跟我们交往多长时间了 如果它是一个新的客户,小于六个月 那么我们就要打电话了 为什么呢,新客户有可能呢,我们对它是不了解的 那么这时候呢,不抓紧时间催收,它的风险比较大 那么等它时间再长的话呢,有可能这个钱呢就收不回来了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用决策数做的一个催收的模型 指导我们如何做催收方面的决策的 好,下面呢,我们做一个,看一个规则和普苏贝叶斯这样的一个运用于进键筛选的 你可以认为是反欺诈也好啊,认为是其他准入也好啊 这个呢,其实定义并没有那么明显 那么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的在客户进键的时候 然后我们对一个进键,看看它符不符合我们的进键的要求 比如说,这个人的IP地址如果是在外国,那么我们就拒绝 如果芝麻分小于600,我们也拒绝 那么如果学历低于初中,我们也拒绝,对吧 我们有很多的拒绝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 因为这些个拒绝条件呢,它是顺序执行的 它是顺程的,也就是说 最后满足我们要求的这些客户呢 其实它是,什么 它是且的一个关系,这些个规则且的一个关系 它是所有规则的一个交集 有时候呢,太严格了,对吧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它组成一个模型 就是一个规则的一个组合 那通过什么算法呢 通过普苏毕业司或者毕业司网络都可以 对吧 我们把它这几个规则综合在一块 然后呢,使用我们的是否违约啊 或者是,是否过去有一个人工拒绝 对吧 看来是否会受到人工的拒绝 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么进行一个模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过去较严格的拒绝条件之下呢 放开一些个,那些个质量呢 就是问题还不大的客户 让他们也进入到我们的产品当中来 好,那么 我们下面说一下逻辑回归 逻辑回归呢 主要的用于评分卡 那么其中信用评分卡 就是一个比较常用的评分卡模型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信用评级呢 并不是关心每个人到底是否真实的违约 我们只是关心的是这样违约 他违约的一个可能性 其实就是对他违约的可能性大小进行一个排序即可 那么我们呢 其实要构建那些个X 这些X呢 就是客户的一些个背景信息 行为信息 对吧 我们看看这些X对他未来的违约 其实就是一般我们可以定义为三个月以上的欠款 对吧 对三个月以上的欠款建立一个模型 看这个人发生这个事件的可能性有多高 好 那么建立这个模型就是这种情况 它是一个什么呀 它是每个X 它是每个X 那么构建起X跟这个它的违约的logit 这样的一个线性的关系 对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模型 其实就是个公式 根据这个公式呢 将来有新的 新的客户 那么只要它的X我们得知了 那么就可以计算出它违约的概率了 这里面呢 引入模型的话 我们只有三个变量 只有两个变量 分别是收入债务比和资产负债比 对吧 我们把这个两个X放入我们的模型 计算出一个违约的logit 或者是违约的概率 对吧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逻辑回归建立的模型呢 它其实是两个X和是否违约的这样一个等高线 对吧 因为我们它找的是线性关系 对吧 那么根据我们的根据我们的那个等高线 那么它的违约的概率是逐渐的提高的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逻辑回归呢 就像一把尺子 根据它这个人的X的输入 去度量这个人违约概率这个Y 好 这是逻辑回归 那么逻辑回归呢 很多人说逻辑回归做的不精确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 那么X对我们的Y 不一定它是一个线性关系 它很可能是非线性关系 像这种一个情况 对吧 像自然负债比和那个收入负债比 它们对Y的影响 对概率的影响不见得啊 就是一种完全的这种像这种线性的 它完全是就说边际效应 完全是线性增长的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它有可能是这种非线性的 对吧 非线性的变化 那么它在一个区域呢 违约率较高 在另外一个区域呢 违约率也很高 那么如果想找到X和Y之间的非线性的关系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神经网络 那么神经网络呢 其实它等于在刚才逻辑回归的那个基础之上 就加上了很多 正对于X就是输入特征的这样的一个非线性转换 对吧 那既然一个模型 X输入完全过去是线性的 现在是非线性的 那肯定整个模型就是非线性的 对吧 那么神经网络呢 更多的用于七大 反七大模型 那么信用评级呢 用的并不多 那么它一般情况下呢 是作为信用评级的金模型来使用 什么叫金模型呢 就是我们拿到一个数据 先把X和Y都抛进去 看看到底这个模型最优的表现是什么 也就是说 这个模型应该是逻辑回归 所能得到的效果的上限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看 这个数据最优的模型 是什么样一个效果 然后呢 我们再用逻辑回归 去逼近这样一个效果 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讲一下 知识向量机 刚才我们所说的 神经网络 它在算法当中呢 它的那种分割 其实有时候是很随机的 那么 之所以为什么这样 我现在就先不解释 等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再说 那么数学科学家呢 已经证明 那么最优的分割 是通过知识向量机 是可以获取的 那么为什么知识向量机 能够获取最优的分割呢 首先第一 那么它是在求解 两个分类当中的 最大的分割距离 那么这是一个线性分割 如果是个非线性分割呢 它会对非线性特征 进行一个转换 对吧 把我们的过去的特征 进行一个非线性转换之后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 线性可分割的 这样的情况 进行求解就好了 好 最后我们说一下 组合算法 组合算法呢 在最近用的是比较多的 因为组合算法 有一个天然的优势 过去我们在做 单个模型的时候 那它预测的什么呀 它预测的是 均值 那么组合算法呢 那它预测的是 均值的均值 那么根据统计上的 结论 我们知道 一个事物的 一个变量的分布的 均值 比如这是 这个变量 比如升高 这是 升高的 均值的分布 那么 因为这是多次抽样嘛 那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身高的分布 其实还是比较宽的 而 身高的 均值的分布 是比较窄的 那么 窄是什么意思 窄 就是方差小 方差小 就是便于范围 小 更精确 所以说呢 组合算法 有它的优势 组合算法呢 有两大类 一个是 装带法 装带法的代表 算法就是 随机森林 另外一个呢 是提升 提升的 代表算法是 Add Boost GBT 和XGBT 当然XGBT 跟GBT呢 其实 它是同源的 一个算法 只不过实线上 有点差异 那么 它们的操作当中呢 类型差不多 都是从 我们的 数据集当中 抽取 一部分数据 建一次模型 再抽取一部分数据 再建一次模型 最后把模型 汇总起来 那么进行一个 新的预测 就可以了 而它们的算法呢 这个单个模型的算法 是前面讲过的 所有的算法 比如说 决策数 随机 决策数 知识向量机 都可以 但是呢 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决策数算法 好 那么讲完了 分预测类模型 下面我们讲一下 巨类 那么巨类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对于信用卡 客户进行细分的 这样一个例子 那么 信用卡客户 我们关心的什么呢 我们关心的一个 一个是呢 它的交易的粘性 就是这些客户 对我们的依赖性 那么我们以 交易次数 为代表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客户的价值 那么 信用卡嘛 信用卡挣什么钱呀 挣的是客户的 手续费 还有一个是 挣客户的 分期利率 分期利息 那么我们以循环次数 来代表 为什么呢 循环次数越多 这个客户呢 比如这个表示的是 零代表的是 借钱当月即还 一呢 是代表的是 第一个月 因为大家都知道 信用卡刷卡 它是有一个 一个月的 宽限期的 宽限期之后呢 就会收写利息 对吧 那么为二的话呢 就是说 这些客户的 贡献的利息 还是蛮多的 而达到四和五的时候 比如四 达到四个月的时候 那他已经收了 多少 已经收了三个月的利息了 那达到五呢 达到五就是 比较危险的 因为如果五个月 再不还的话 就可能这钱 就还不上了 对吧 好 那么以这个轴 代表的是 它的价值 对啊 供权的利息 这个呢 代表它是年性 当然了 代表它的手续费 对吧 因为次数越高 手续费是越多的 因为手续费 是按次来算的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根据这两个变量 我们把某的客户呢 做了一个划分 那么 首先 这个呢 是 什么 交易次数也少 循环次数也少 那么这个是低价值客户 而这个呢 交易次数就多 而到期定时环的 这类客户呢 我们挣的是 它的手续费 对吧 而这类客户呢 它是 循环次数有多 交易次数有多 那么是当之无愧的 高价值客户 好 这个呢 就是通过 简单的两个变量 对我们的客户 进行一下 划分 当我们的客户 比较多 而且当我们的变量 也是很多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就会体现出 剧类的 这样算法的一个优势 好 这是一个关联规则 关联规则是做什么 做什么的呢 关联规则主要的是 用于发现 我们的客户 在消费产品上的 这样一个特征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我们是 基准的事件 是购买黄金 购买基金 我们看 购买基金的客户 那么我们对他推荐 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是比较好的呢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购买基金的客户 也购买过其他的产品 比如说 资产管理计划 黄金 国债 管存 那么 对于 其他这些产品 推荐哪个产品 是最好的呢 我们要看他的一个 提升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 哪个提升度最高呢 这个提升度最高 也就是说 当我们一个客户 购买基金之后 再购买 那么我们再推荐 管理理财计划的话 那么客户的享用率 是比较高的 提升价值 也是比较高的 好 具体的 为什么会这么计算 那我们到 具体的那章节 再去讲 这个呢 是时间序列 时间序列呢 其实在数据挖掘当中 它是一个 比较另类的算法 因为数据挖掘 其他的算法呢 主要的是用于 什么 横接面数据 而时间序列呢 它是一个 序列相关的数据 所以说呢 它的算法 是比较特殊的 那么我们根据 时间序列 只是根据 一个 数据 就可以根据 它的一个 过去的发展趋势 预测出 未来的 未来的发展趋势 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也就是说 从数据本身 找到特征 预测它的 未来 这个时间序列 时间序列 用的主要是 两类方法 一类是 曲线 拟合法 另外一个呢 就是IREMA 数据分析法 好 最后呢 我们讲一下 复杂网络 复杂网络呢 在最近 运用是比较多的 尤其是 在金融方面的 一个反欺诈的 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 其实欺诈呢 大多数是 团伙欺诈 那么 众安呢 无论是众安 还是腾讯 都在 都使用复杂网络 进行反欺诈方面 是 有很多的运用 大家呢 其实在新闻联播里 都听过 对吧 我记得有一次 新闻联播里 说腾讯是如何 根据客户的交友信息 留言信息 发现 那些个 就是所谓的 传销团伙的 对吧 因为 其实那些个 传销的人员呢 它的联系 它是分团的 对吧 下面呢 这是一个 一人带 一人带呢 它把它 复杂网络呢 用于它的一个 申请反欺诈 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 也取到了一些个 不错的效果 但是 复杂网络呢 它在数据 它在数据挖掘当中呢 算是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 分支 我们呢 本期课到最后呢 会给大家介绍一个 用复杂网络 做反欺诈的 这样的一个案例 好